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重左标是压力 在倾向图的左下角靠近零点处 也就是温度比压力接近零时 倾形成密排六方晶体结构的固态 密排六方英文是hexagonal closed packed 简写HCP 又称六方紧密堆积结构 属于晶体结构中较复杂的类型 那么什么是晶体 它的结构具体有哪些种类 分别又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来补充一下相关的知识 晶体是由大量微观物质单位 例如原子 离子 分子等等 按一定规则有序排列的结构 图中的A是一幅晶体的微观结构示意图 图中的粒子排列是按一定顺序的 而且大小一致的六边形 我们熟悉的钻石和冰是典型的晶体 那么什么是非晶体呢 非晶体是指结构无序 或者进程有序而长程无序的物质 从微观结构上看 组成物质的分子 原子或离子 不成空间有规则周期性排列的固体 它没有一定规则的外形 我们看看B图 图中粒子排列无序 大小和形状不一 典型的非晶体 比如玻璃 非晶体有许多特点 它的物理性质 在各个方向上是相同的 叫各相同性 它没有固定的融点 所以有人把非晶体叫做过能液体 或流动性很小的液体 特别的是 非晶体没有固定的融点 相反 具有一定的融点 是一切晶体的宏观特性 所以晶体和非晶体的主要区别 在于融点是否固定 对于晶体与非晶体的区别 大家清楚了吗 根据晶体的宏观对称性 布拉维在1849年 首先推导出14种空间点阵 它们的晶轴关系 也就是晶轴的单位长度 即夹角 也就是单抱参量A B C Alpha Beta Gamma间的关系 分别属于七个晶系 它们是立方 四方 零方 六方 正交 单斜 三斜晶系 这张表里列出了详细的单抱参量 其中 结构对称性最高的是立方晶系 晶包的三个边等长 A等于B等于C 并且正交 Alpha等于Beta等于Gamma等于90度 比如单制铁 四方晶系 也称为正方晶系 晶包的两个边等长 不等于第三边 并且正交 点心结构 是号称陶瓷的美白神器 二氧化钛 而在零方晶系中 三个边等长 三个夹角相等 但无正交关系 在零方晶系中 也可以取出六方点阵的晶包 点心代表 比如金属深 在六方晶系中 两个边等长 不等于第三边 也就是A等于B不等于C 等边的夹角为Gamma等于120度 另外两个角为90度 代表物质是金属隔 在正交晶系 也称为斜方晶系中 三个边都不等长 三个夹角都是90度 代表物质是金属加 在单斜晶系中 三个边不等长 其中两个角度为90度 不等于第三个角的度数 代表物质是石膏 而三斜晶系的对称性最低 三边互不相等 且三个角度也不相等 代表物质为重个酸钾 以上我们简介了晶体与非晶体 以及晶体的微观结构类型 下面我们回到氢的像图 刚刚讲到 在零压力附近 氢是密排流氓结构的晶体 是固体 随着温度与压力升高 在13.8K 7.04千帕出现三项点 这个点是氢的固液气 三种状态的分界点 随着温度与压力继续升高 气液线上出现两项零界点 33K 1293千帕 这个点是液气两项的分界点 图中存在一个小区域 被氢的三项点 气液线 液气两项点 和固液线所包围 在这个小区域里 氢是液体 从像图中我们还可以读到 在一个大气压 也就是大约一个8条件下 液态氢的温度是21K 也就是零下252摄氏度 此外 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 在超高压下 氢成为单原子的金属氢 具有超导特性 当金属氢温度升高 至接近9000开尔文时 固态的金属氢融化 变成液态金属氢 有意思的是 如果氢以金属氢的形式稳定存在 这将是储氢密度最高的材料 遗憾的是 这个状态需要超高压力才能保持 条件太苛刻了 从像图上看 除了液固线以上 包含金属氢在内的固态氢区域 和较小的液态氢区域以外 剩下的更大的区域 都是气态氢 这里需要注明的是 在负压高温 大约5万到11万开尔文条件下 可以获得等离子体气态氢 好了 那么整张氢的像图中 有几个区域呢 它们分别代表氢的什么状态呢 氢 是有气态 液态和固态 这三种状态的 但是固态和气态氢 又分别有两个不同的状态 固态氢 有液氢凝固获得的 密排六方晶体 和具有超导特性的金属氢两种 气态氢 有分子态的气态氢 和等离子态的气态氢两种 因此 氢的像图中有五个不同的区域 代表着氢的五种 不同的状态 它们分别是固态 密排六方晶体 金属氢 液态氢 分子气态氢 和等离子气态氢 现在清楚了吗